好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次更新 然后其实上期也说了 如何在阴天或者是光明不大的情况下 如何进行S-Log2的一个曝光 然后今天我们找了一个 近似于非常难受的一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画面 湖面反射了太阳的一个高光 然后人其实穿的也比较暗 不是白纱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到底怎么取舍我们画面的一个曝光 还是一样 我们盯着直方图看还是一样 画面的高光的地方是太阳 如果我们要保证太阳的正常曝光 你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画面 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拍摄的时候 我们不会想要得到一个这样的画面 所以说很多人会说太阳爆掉爆掉 其实有的东西它本身就是爆掉的 我们不需要去关注那些极量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画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面前这个小哥哥 小哥哥正常曝光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对于这个画面来说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我们直接换个位置拍 就不要在这个位置拍 不要一直逼着这儿 但是只是很多人喜欢在冲光的环境下拍摄 会拍一些逆光的一些画面 对于逆光的画面我们怎么去掌控曝光 我们看一下 对这个画面来说我们直接去把曝光提上来 会看到整个左下角会这样子泛出来一个非常亮的一个高光 整个你的直方图会表现得非常炸 我们看一下右边靠右边的地方溢出会非常明显 这个时候是处于一个画面比较过曝的一个情况 就对于这个画面来说画面是处于过曝的 但是对于这个画面来说暗部是很健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暗部的一个表现情况 整个画面的暗部没有任何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噪点 好 然后我们把光圈往下拉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跟刚刚明显那个小山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比 前面的小山是这个样子 这边是亮部是爆的 但是亮部压下来之后 我们发现高光的地方不溢出了 好 只有一点点的像素是溢出 那个一点点的那个像素 最右边的那个像素就是太阳 然后我们看到暗部的地方 整个有一根线顶到天花板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画面里面有暗的地方 就在这个曝光下的暗的地方 就是完全的嵌爆了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嵌爆的地方在哪里 主要是在这一块 还有树的这一块 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噪点 如果我们拍摄的是一个女生的话 我们不会希望她的脸部的曝光 会在目前这样一个位置 如果说你们不知道脸部现在是什么曝光的话 你们有个办法就是直接把相机冲到那个位置 怼到模特的脸上 你们会发现这个时候她的脸部的一个曝光会非常的暗 那对于这个画面来说 我决定去做取舍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去调整自己的曝光 这边我只动了光圈的意思是 因为我比较懒 我直接都动了一个画面的曝光 你们可以去通过调整你们的快门 或者是调整ISO来办到是一样的 对于这个来说 我取舍到了这样一个脂肪图 这样一个脂肪图是暗部没有明显地顶到天花板 因为我再扭动一下 暗部就已经顶到天花板了 我让暗部没有那么过多地去顶到自己的左侧 我宁可牺牲掉高光的一些部分 去拍摄这样一个画面 然后对于这样一个画面 因为我们一直使用的是S-Log2 然后今天再引出一个S-Log3 S-Log3的概念就是在同样的画面条件下 它会比S-Log2拥有更大的宽容度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脂肪图 现在已经完全地进入到一个可用状态 然后调到一个正常曝光下 最左边的脂肪图它没有溢出 小山没有溢出 然后最右边它的那个小山也没有溢出 但对于这样一个场景 如果说你的场景就是这样一个了 那我建议对于这样一个大光比的环境下 你就用S-Log3进去拍摄 它可以最大化地把你的一些像素保留在你的画面里面 好 那本期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如果有曝光脂肪图一些 自己碰到的一些问题的话 你可以截图私信我 或者是直接把那个你的问题放在那个评论里面 会有其他懂的朋友一起回来帮你去做解释 然后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那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